其實剛從尤其是俊達的介紹裡面 就是大家應該對於原住民 因為剛剛很多人有提到說 你對於原住民的文化有興趣想要了解 那我覺得剛剛提到一個很重要 就是我們有時候也會有太多浪漫的想像 其實我年紀剛尤杰說到66年次 我跟你差不多 我65年次 然後我大學的時候我也是社工系的 我大學的時候實習 我是在普理基督教醫院的做3D服務 那我們做偏遠3D醫療 然後我那個時候也是帶著一種 我們去做服務嘛 然後做偏遠3D醫療服務 帶著一種好像是在幫忙一點事情的感覺 那可是其實事實上 我經歷過那段實習之後 我其實是在從那個服務的過程 我覺得都是從原住民朋友的身上去學習到 反饋回來我自己的身上 而不是說我們真的去幫忙到什麼 在那短短的暑假的兩個月實習裡面 那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再多多思考說 那到底我們認不認識原住民的文化 那從這個原住民的文化裡面 我們到底我們台灣人需要什麼樣的文化 誰可以成為台灣人 這很重要 因為我們常常在主張我們是台灣人的這個身份的過程裡面 我們其實常常在主張這個身份的過程 其實也在排除了某一些人成為台灣人的身份 今天不只是原住民 我包含我要講比如說剛剛我一開始就提到 我們移工 外籍的很多從東南亞來的移工 來到台灣這塊土地是被排除掉的 那所以甚至有人政黨會主張說 本勞外勞要脫鉤 基本薪資要脫鉤 可是就是我們也曾經你我都可能曾經到海外 甚至我們離鄉背景去到別的地方工作 我們本身我們就是一個移動的過程 我們就是一個移民 台灣整個這個外社會 我們是一個移民的社會 在這個移動的過程裡面 我們簡單來講 用現在最流行的幾個字來講就好了 我們常常就是 基本上我們去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不做思考 因為你只想到你自己 這樣知道意思了嗎 所以我覺得我們剛剛從三位的分享裡面 可能大家都有一些想法 或者是你還是有一些問題 那所以現在我大概會有半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要交給各位了 然後聽說導演有帶來一些 小禮物是不是 好 海報跟明信片 所以你接下來呢 待會如果有一些問題 電影的部分也好 或者是說有關於原住民文化 原住民運動方面的 都可以請 請我們前面三位的講者做回應這樣子 或是你沒有問題也沒關係 你純粹也想要回應你的看法也可以 好不好 那我大概會用三輪的時間 第一輪我先開放至少三個問題好不好 有問題的請舉手 不要因為有獎品的關係你才舉手好嗎 因為平常哲舞是供應不起獎品的 我們哲舞平常都很彈性 就是有什麼大家隨便講隨便問這樣子 好 這邊有一位 那邊有一位 好 這邊 這邊也有一位 好 這三位先好不好 我想請問一下兩位導演就是說 請問你們在拍攝的過程當中 就是有沒有什麼畫面是讓你們 就是印象最深刻 就是很感動的螢幕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也是在拍攝過程裡面 你們有沒有遇到就是比較遇到一些 比如說挫折或是可能類似一些瓶頸 對等等之類這樣子的問題 好 謝謝 好 我剛剛忘記補充一下 每個人發言 好 不要超過一分鐘 好 問題的部分 那個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 那個應該是我想表達一下 那個軟講師 就是說 因為剛剛你講的 漢人的觀點 那是從原住民受到 國民政府教育的觀點 我自己我也未必 我會承認 我是漢人 這一點我其實有點激動了 那個 我們就算是 就算是清朝這樣過來的人 他們也只有 無登山公啊 無登山罵啊 這種這樣的觀點 但是是因為 我們受到國民政府這樣的教育之下 所以就連你從原住民的觀點也認為 我們這樣子都是漢人 這點我想要表達一下我的心情 那另外就是在電影方面想要請問就是因為看到最後 其實我自己看電影就是看一開始的鋪層都很漂亮 然後那個點都有弄到 但是我不曉得為什麼看到最後面好像就這樣就結束了嗎 就其實就覺得應該還應該要更有power一點啊 就有點期待 因為你好像看不論是看那個紀錄片還是看那個預告片其實就是很期待 但是到最後Ending的時候我有一點點失落啊 小失望這樣子 以上 你好 我想請教兩位導演就是 尼采在查圖斯拉魯士所有說 沒有整理只有詮釋 那我也是承接上一個人的問題就是 那個電影裡面的事件為什麼要選擇一種比較重重提起輕輕放下的感覺 然後還有就是軟講師你對於這樣的呈現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那就這樣子謝謝 我們先就這三個人的問題 那我們先請是三位來做一些回應這樣子 那哪一位要先回應 導演好 難忘的東西 難忘的東西 OK 就是 對先這位同學就是難忘其實 怎麼講 會選擇拍太陽的孩子就已經對我們來講 對我們兩個來講是一件很難忘的事情 然後也是一個非常 就是 不知道 因為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我們在拍的時候真的不知道會不會 甚至我們都常常覺得 這樣的電影到底有沒有要看啊 我們拍了那麼辛苦 然後不敢說花了多少錢 但是我覺得我們很用心在這上面呈現我們想要講的 那就是這麼簡單的訴求而已 它到底可以送到多少人的眼睛裡面 這其實在從開始拍從寫劇本到到電影上映之前 我們一直每天都在面對的事情 就是 就像剛剛有人講嘛 就是 呃 這邊沒有 就是已經看不到了 很快 我們上映的第一天第二天就 白白可能 對 那 這就是一個我們必須都要面對的事實 因為它不是商業片 它沒有明星 它沒有所謂的起產轉合那麼誇大扶持的表演 我們一切都是讓它回歸到很 我我所建的部落 我所認識的我自己真正的家鄉 那東西我覺得是一種 呃 因為我為了要表現所謂真正的部落是什麼這件事情 所以我用在影像上我用這樣的方式去呈現 而各位如果看過很多原住民相關的電影 你多少都一定會看到一些很刻板的東西 一定會有 當年海角記號就有 對 你不要說什麼大片也一定都有 那我們盡量的讓這部片回歸到一個最真實 最真實的那個模樣 原住民是什麼 部落是什麼樣子 它所命令到的問題是什麼 對 那 呃 這是一個比較大的那個 那個 的統稱 對 然後 呃 難忘的其實是以我來講 其實剛 欸 昨天啊 昨天大家看電影就是 有一幕那個阿公昏倒了 不是嗎 然後呃被那個拿告送送去醫院 然後她坐在貨車她進入夢境 對 然後夢境裡面那個女生啊 那是我媽媽 對 就是她來嘎一腳這樣的角色 就是我記得那這場戲是我一直到現在都無法 一直一直忘不了的 因為我在拍這場戲的時候 我那種真假我無法分辨 就是那種很個人的情緒 就是說 呃 我會想到很多這個畫面以外的東西 為什麼我們一路走來要拍這部電影 我們 其實這部電影老實講 你算起來的話 它其實從開始富裕梯田就已經在開始成形了 一直到現在 對 那不知道還可以走到多久 因為接下來就不是我們做的 整個大過程 太陽的孩子 只是 只是 我們一直在講富裕人心的一個價值觀的過程的其中一站而已 那我們起了一個頭 就算我們 可能有哪裡做不好 但是我覺得 我們真的很想要把這些話說出來 透過這樣的方式 透過覺得我們是對的 像當初 我媽媽在富裕梯田啊 今年第四年 她當初她就一個人站在一片荒地說 我想要恢復她 就這樣一個念頭 為什麼想恢復她 因為財團想要來 她想要把這邊變成另外一個墾丁 那怎麼辦 我能做什麼 以她一個女子 女生來講 她能做什麼 她會的也不是 她在都市所學的那些東西 她會的就是一些傳統的東西 那能用一些傳統的東西 創造什麼新的價值呢 那就是讓她回復以前的樣子 如果當初沒有這個念頭 不會有今天 不會我們 不會 我不會回到波羅拍 拍她拍了兩年多 然後有一部紀錄片 然後這部紀錄片 也不會跟鄭友杰都要認識 也不會有太陽的孩子 也不會今天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我們這一路走來 真正 如果從那個念頭開始算起的話 大概至少七八年吧 對 可是我們一路上的理念 只有一個就是我們 想要保護這片土地這樣子 保護土地的方式有很多種 可以很硬 但是對於電影 我覺得它有另外一種它的魅力 它有另外一種它的樣子 然後它 我一直覺得電影 對大家來講 對很多人來講都是一種娛樂 對很多人來 在台北 尤其在台北啦 大家看電影就是一種休閒娛樂 我花兩百多塊 就是要進去爽一下 可是我覺得我們要做的不是這樣 我記得有一次我跟我們兩個啊 剛好有空 就是一天 然後我們來到台北看了一場電影 看什麼電影我不講 就是商業片 看完兩個心情很差 在路邊喝啤酒 就覺得說 同樣都在拍電影的 為什麼我們拍的電影就是這個樣子 別人拍的電影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獲得的收穫就是這樣子 對每一個人來講 同樣它一張票是這個錢 他看不到這個票之後 我們努力的東西 我們想講的 有的時候只是追求一種娛樂 但是我們盡可能讓這部電影 不是只有娛樂 它有更重要的大於娛樂之上的一些東西 那個東西我覺得就是各位看到這些 你會感動 我覺得不是我們創造出來的 而是你本身跟這個電影裡面的山 這個海跟這個土地 你自己心裡面還存在的那一份 你說正義也好 你說善良也好 你說最單純的一顆 愛土地的心也好 或者是認同 我覺得那個是自己的 不是我們創造出來的 那我講太多了 講難忘了 就是拍我媽媽那場戲 我拍不下去 就是太多情緒了 然後我就拍一拍 然後就受不了 我就把我旁邊哭 我就我就 我就就欸 這個我不行了 你自己拍 哈哈哈哈 對就是這樣 後來他後來有一場戲 他也這樣子 我以為他在學我 在拍不知道在哪裡 在馬路上 然後說欸不行你拍 然後說你怎麼了 然後他去上廁所 哈哈 大概這樣難忘的事情 就是這樣 謝謝 我補充一下那個 剛剛問到說有沒有什麼困境 那我很快講一下 我們面臨最大的困境 就是說我們沒有辦法把那個在都市拍片的經驗用在部落 對那我們到了部落 我們已經盡量減少人數了 但是一部電影 他算是一個正規電影裡面最陽春的配備去拍這部電影 那也是有30個工作人員 可是30個工作人員進到部落是一個對部落非常打擾 非常干擾的事情 那如何盡量的去降低這樣子的干擾 那我們就是用時間 就是用更早 就是比一般拍攝還要更早更早 我們就先去然後去交朋友 你一定要去講說我們來這裡幹什麼 然後讓彼此讓部落的人認識我們 就不要交朋友啦 就很簡單 你要到人家家裡去 你總得要對不對 是要打招呼要交朋友 你才有可能去人家家裡 那我們就是把時間拉長 然後就是很幸運的是我們這群工作人員 都是很年輕 很有彈性 很有理想的工作人員 並不是說已經做了很久 做了很久的工作人員常常會覺得 我做事情就是這樣做 我為什麼要因為今天來到部落 我就要改變我做事的方式 但是如果用這種態度去拍的話 那我們跟那些觀光飯店又有什麼不同 我們自己就變成一個粗暴的入侵 所以我們選擇了盡量的 再怎麼努力還是會有干擾 因為我們就是不屬於 就是有一群人就是不屬於 那個地方 但是就是盡量去溝通 去包括了嘎導演也會不斷的指引我們 一些正確的做法 然後很多的 我們工作人員裡面也盡量 就是如果例如說我們的造型師 我們的助導盡量如果可以是原住民 或者是住在附近的原住民的工作人員 那更好 而且有趣的是他們也因為透過這樣子的拍攝 又更認識自己 我覺得這是一個 其實我們這次拍攝 它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我真的不會覺得說去部落拍片是一個想當然你想去就去的 其實那要不是有勒尬導演我也不可能膽敢拍這樣子的電影 你一定要用一種學習的姿態 然後忘掉過去的你覺得的專業 因為那個東西在這裡不適用 這是人家的地盤 人家的家裡 這裡有這裡的規矩 講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以前我們在拍片的時候 通常在拍片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就要擋車擋人嘛 但是你怎麼可能到人家的部落去擋車擋人 所以我們的規定就是不可以擋車擋人 那如果我們拍到一半有人經過在看的話 那就重拍一次啊 就這樣 就諸如此類的 所以其實是用很多時間去換的 那這也是為什麼你們看到電影會就好像在拍紀錄片 因為如果不這樣做的話 用以往的拍電影的方式大規模的 其實今年就有一個好萊塢的劇組進到部落 他沒有進到部落 他是到附近去拍 那那個是三百個人 那我們就馬丁史克西斯的劇組 那在附近休古蘭西那邊取景 但是他們沒有進到部落拍攝 他們只是在附近取景 那他們的劇組是三百個人 我們是三十個人 那那是完全不一樣的規模 那這可能是 我覺得這是一開始的困境 但是只要願意去放下原來的那個堅持 他其實可以獲得更多 我覺得以往我們無法預期的東西 那剛剛有後面有兩位朋友 一位講到對我們的那個結局有點失落 這個就是我們就是這樣子了 那你說為什麼 還有另外一位同朋友有講到關於詮釋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要用這種比較 等於就是說比較輕的方式 比較 比較 剛剛你是怎麼講 就是比較輕 輕描淡寫的方式嗎 或者比較 重重 輕輕 對對對 OK 其實這可能都有 這兩個問題其實都可能有一點類似的原因 就是說 其實我們 這跟我們拍攝這部電影的初衷有點像 我們想要溝通的對象盡量是大多數 而且基本上就是說 各位你們今天會來到這裡參加哲學星期五 你們已經是非常有公民自覺的公民了 但是在外面的大部分的人並不是 他們對這些事情完全沒興趣 或覺得那敢我屁事 對 這外面的大部分的人是這樣 但是我們想要跟他們溝通 對 如果不跟他們溝通的話 我們就永遠就是自己關起門來 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更 就是我們做拍這部片的目的 不是要把跟我們對立面的人 推到更遠的對立面 不是 我們希望 站在 本來跟我們站在對立面的人來看看 看看 因為他們不認識 他們無知 或者是他們貪婪 我不管 但是我希望他們來看看 看看這上面的 這些人 這些我們所看到的 剛剛講到就是說 那麼多的抗爭 對不起 我們在媒體上面 我們只會看到抗爭 但是我們看不到 抗爭之前的那些故事 我們看不到 事件背後的每個人的故事 但是 那個人的故事 人的生活才是重點 就像有的時候我們從國外的媒體看到的台灣 你會覺得 這怎麼跟我自己生活在裡面的台灣有那麼大的不同 為什麼 因為他們 他們並不了解我們的真正的生活 那同樣的 我們這一部電影希望去溝通到的就是 用 你知道嗎 我們 他叫太陽的孩子 他也真的是為了小朋友而拍的 到目前為止我們做了很多放映 有很多小朋友來看 我很感動的是 小朋友的理解能力超出我們的預期 因為小朋友是很直覺的 有一個小朋友是國小 然後是台北的小朋友 都市長大的小朋友 他看完之後 他就說 我覺得土地是有靈魂的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隨便賣土地 這是一個國小的小朋友 看完之後的一個感想 那他不一定能代表全部 但是我覺得至少透過這樣子的一部 就是可以爸爸媽媽帶著小朋友進戲院看 或老師帶著小朋友 或者是阿公阿嬤帶著小朋友都沒關係 就是看完之後可以有討論 對 那那個討論 我覺得不要等到有抗爭 有衝突的時候才要溝通 因為有衝突才要溝通的時候 你就剩下目的性 就是要嘛 就是我就是要這個 或就是要那個 我們希望做的是 這些事情變成 未來的台灣的小朋友 未來的台灣人的嘗試 然後他可以是 就可以減少一些溝通 減少一些未來的衝突 那舉一個例子 我當然做這樣的事情很容易 很容易就是 你要做這種事情很容易就是吃力不討好 但是我們是希望就是說也許 因為之前比較少這樣子的電影 用這種方式去拍的這樣的電影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這樣的電影 也許最近台灣有越來越多 那也許他也可以引發別的想像 那我相信會有別的影像創作者 他看完覺得太陽的孩子還好啊 我來拍一個太陽的孫子比他更屌 也許那個那樣子的 他拍出來的太陽的孫子 就可以再更好看 而且他可以再更 講得再更深刻一點 對 那我就說這個是一部電影 沒有辦法改變的 它不可能的 但是 他也許會改變 他也許會改變 那一部電影做不到 但是如果 如果 有別的討論 他也許可以有一點點的改變 那你不做看看你就不知道 對 那大概是這樣 那我想說 我也想 俊達 俊達剛剛是不是 你有被點名嗎 你也要講 俊達要回應 我回應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有 剛剛有朋友問到說 援運的夥伴 或在地有參與抗爭經驗的主人 怎麼看這部電影 那確實一開始會有些 比較 激進一點的主人會覺得說 電影對 議題的呈現 比較 清淡一點 那稍微清淡了一點 但是 等真的 看了電影 然後 導演也很有心 在各地的部落辦了很多特影會以後 大家會 知道說 那 當我們把故事 不要那麼的選計 不要那麼的煽情的時候 好好的把部落的生活 好好的把主人的故事 很 真實的呈現出來的時候 是可以讓 更多人有共鳴 跟這個社會 一般的非原住民溝通的 那 所以我們 確實大家在觀想的時候 如果是實際有去過港口部落的朋友 或在東海岸有生活的朋友 會 變成已經覺得說 這根本就是一部紀錄片 那不是一部劇情片 那我特別感動的是 在 兩個禮拜前 在台東有一場特影會 是有 21個台東的各個部落的青年 一起來觀賞 那一場的特影會以後 放完電影 本來留了一個小時的應後座談 但是最後 根本 導演幾乎沒有講到話 而是各地部落的青年們 青年或青少年或老師們 在分享 自己對自己 看完電影以後 我覺得說電影講的其實也是我們部落的事情 也是我們部落的生活 那 於是分享自己 為什麼想要留在部落 為什麼希望傳承自己族群的文化 或做自己族群的教育 或為什麼要參與自己部落議題的抗爭 那 因此 一個故事讓他說得很真實 很 深刻的時候 不一定會很激烈 但是是可以引起很多的共鳴 那 很謝謝導演派出了這部電影 於是我們看到 各地部落的 原住民自己的青年或青少年 然後 因此有很多的對話跟討論 那另外想 稍微回應一下 剛剛有一位朋友提到 所以台灣的歷史上 不是有唐山公沒有唐山媽媽 所以其實大家都有原住民的協同 那有一個很 常見在新聞上被炒作的是 有基因學者林瑪莉研究說 有85%的台灣人有原住民的基因 那講到這個其實 有些原住民的 我的朋友們會有點生氣 會覺得說 那當大家覺得 這個有點嚴肅 或有點不太重聽 但是還是想說明 當 這麼多台灣人 覺得自己都是原住民 有原住民的協同 並且拿著這個來主張說 所以台灣跟中國不一樣 所以台灣的獨立是名正言順的時候 但是這些主張台灣獨立的朋友們 有真的認真的了解過原住民族的歷史 原住民族在當代社會的困境 了解過原住民族的文化傳承嗎 還是只是在遇到中國的時候 才把原住民拿來當擋箭牌 抵擋中國的入侵 在太陽化運動我們不斷看到 這樣的一個論述出現 那在日常生活 台獨運動這幾年重新起來 我們也不斷看到這樣的聲音出現 那很多原住民的 我的運動夥伴會覺得說 如果今天台灣獨立了 但這個台灣獨立 只是換了一個殖民的政權 從外省政府的統治 變成閩南 漢人 閩南沙文主義的統治 那原住民族沒有自治 沒有土地 沒有文化傳承 那處境並不會變得更好 所以甚至有些我們的夥伴提出了 原住民族獨立的主張 那結果就在網路上 會跟鍵盤的台派 或鍵盤的獨派 有非常多的爭吵 那所以會 必須要去請大家一起思考的 今天大家在主張了台灣獨立 這個台灣獨立 到底有沒有包括原住民族 在裡面 那如果獨立以後的台灣 原住民族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要怎麼在台灣社會裡立足 那請大家要務必要認真的思考 那把原住民的想像放進來 那這樣的台灣獨立 才是真正的台灣獨立 謝謝 好很好齁 那是不是要送獎品 還是請我們工作人員 剛剛那三位 那其實剛剛我也非常同意 剛剛友杰導演在講 因為我們其實 透過電影這些影像的媒介也好 包含像我們 我覺得哲伍也是 今天大家哲伍剛剛提到說 是因為大家其實有某種程度 你已經是一種被啟蒙過後的或覺醒過後的一個公民 那其實我們要溝通的是 這社會上的更多數的人 其實我剛剛講哲伍五年了 第一年的時候我參與哲伍 我一開始我在台北也是在做哲伍的時候 我們大概前一年 大概參與哲伍的不是像今天各位那麼多人 就只有第一排的人而已 我沒有講錯 就是只有第一排 大概這麼多人 參與哲學進去 但我們每個禮拜五就是固定做這件事情 然後久了以後它就會擴散 為什麼 因為我們希望說更多的 跟不同的人對話 溝通 那這是一個找夥伴的過程 就是溝通的過程 你其實就在找你的夥伴 可以找到志同道合 或者說本來是意見不同的 不同立場 可是我們在不同的立場當中 不同的差異當中 我們去尋求到我們這差異當中的共識 所以我們就可以越來越多人 大家站在一起想要為這個土地再做一點事情 那所以說我覺得剛剛那個導演的那種回應 我就是還蠻贊同的 那接下來我們再開放三個問題 好不好 然後先等一下 不要急 我想要這邊的朋友 因為這邊比較被邊緣化 因為我比較 我比較重視那種被邊緣化 被排除的那種人 所以我想要 這邊我們是可以有 有人想要發問的 從這邊開始然後再跳過來 這邊 等一下 你們這個舉手的速度 我這樣很難選 這樣好糟糕 好 那有問題的請舉手 那位高中 是文化高中的同學 這裡一位 這裡一位 三位好不好 等一下再回來這邊 好不好 因為這邊比較少 我想請問就是 三位你們覺得你們從原住民身上 學到最珍貴的一種理念是什麼 還有你們在拍片過程中 就是獲得最重要的是什麼東西 這樣 謝謝 這邊是 這邊是 你好 我想請問三位 就是 請問三位對於主流媒體的想法是什麼 因為在片頭的時候 就是 電影有反諷 就是 那個主流媒體完全沒有關注到原住民的議題 可是在後半部的時候 又因為主流媒體的關係 讓海盜米有賣出去 想請問這三位對這個想法是什麼 謝謝 我承接剛剛上一位同學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覺得電影很棒 電影它掌握了一個發語權 然後讓導演們看到的東西 讓更多人看到 那我覺得我真的看到一個非常真實的事情 是 我估計給它一個非常簡單的名字 可能是 就是媒體 它原有一個非常膚淺而快速而爆發力很強的一個影響力 那我在電影裡面看到一個很有趣的就是 後面的擋車妹 擋車妹她出現了之後 她就當開始出來這一個 就這一個新聞 她其實是非常膚淺到一個不行 可是 可是她卻造成了一個意外的影響 是那個米賣完了 然後這一個議題浮出來讓大家看到 這是第一個 然後 這讓我想到之前 就是社運的時候 就是社運的時候 大家會 其實我就看到有很多人 其實上去是在打卡 然後 就是我今天去社運 我很吵 那種感覺 就是我覺得怎麼那麼膚淺 可是 實際上它又造成了另外一個很棒的效果是 有更多外面那些人 他們看到這件事情了 所以 這是一個非常灰色的一件事 所以我不曉得 我該怎麼樣去面對這個東西 那我也很想聽聽看三位語台人的想法 這樣子 謝謝大家 來 我也要先回應 好 從第一個 從原民身上學到什麼 從我自己身上學到什麼 從我自己身上學到什麼 我也可以回應 因為我本來也不是原住民 本來不認同自己 好 就是說 就是說 我跟哥哥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 我原本不是叫勒嘎書米 我原本姓王 叫亞凡 是我的漢名 跟著我二十幾年 那我胖胖胖的孩子之後 我回頭看我以前的照片 我認不出他是誰 當然變胖了 是一種 然後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誰 因為 我現在 此時此刻的 我跟剛剛 踏進部落 尋根的那個 我已經完全不一樣 就是說我覺得我整個 整個狀態已經不同 而且我覺得這個不同 是因為這個環境給我 這個文化給我 而這些東西原本是我的 我卻拋棄了那麼久 我覺得我有責任讓我自己 擁有它 然後 擁有它之後 我有責任 用 我所擁有的回饋給 這些當初跟我一樣的年輕人 對 所以我 我想要 就是 做一些事情 對 然後用什麼身分做 用一個原住民 真正 真正 真正活在這塊土地上原住民的身份 所以我改成 我在電影殺星之後 休息了一段時間 就 我 我去證明 去把我原本的名字找回來 所以我現在叫 Legasumi 我還用Legasumi 去做我覺得對的事情 對 然後 這次我覺得 對我來講是最大的 當然 其實整個過程都 我覺得 我回鄉之後 整個過程學習的 不管跟老人家 其實阿美族啊 阿美族沒有文字嘛 很多都是口述歷史 就像剛剛那個 俊娜講的 很多都到台北之後 你部落就消失 文化就沒了 生活沒了 就基本上沒有文化了 最後只會在博物館看到它 那個就是已經是實的文化 那你要保留文化 最基本的 你要先讓這個生活還存在 因為文化源自於生活中的 每一個動作 每一個細節 你走的每一個地方 你摸的每一個東西 你講的每一個語言 那所以 當 當我自己覺得很重要的東西 我就必須 我要去做 然後 從老人家口中聽到 真的會聽到很多 你不知道的事情 那 這些東西 你不去了解 就真的就沒有了 因為人會走 然後 歷史 傳統文化知識 都存在一個 存在 每一個老人家身上 如果沒有人去 去傳承 那就 什麼都沒有了 對那 整個過程其實對我來講 我相信不就只有我 對友杰導演 或對整個我們一起參與這件事情的人 都有一些很大的共鳴 就是 他可能看到些什麼 體悟到什麼 但是我覺得 這都是一件好的事情 不管這部電影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 我們在做的永遠不是一個目的 而是這個過程 每個人成長了多少 這些人 這三十個劇組 他學到什麼 他成長多少 他可以去 散播出去影響別的劇組 別的拍電影的 別的導演 他可以拍到更多 更有想像力 而且更正確的事情 我覺得 傳達一件很正確的事情 在我在這部電影裡面 是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什麼東西是正確的 對 你可能不知道 你可能不認識 但是我今天告訴你 透過太陽的孩子這樣 好 這樣子 我的回答到這邊 然後 你要講 好吧 那 比較難回答的就丟給我 沒有啦 OK 我來講 那個 那個 我先回答 就是 從原住民文化上面學到什麼 其實學到很多很多很多 那 有一個東西在電影裡面 我提一個就好 有一個東西在電影裡面 就是說 有很多人在修古蘭西出海口 用那個三角網在補 在米布浪 在抓那個魚苗 那 演我們電影裡面 那個阿公的那個老人家 那 他 這位法律 他是 他就是捕魚苗的高手 到現在都還常常去 可是他會跟年輕人講 他會跟年輕人講說 你一旦 你去捕 你去抓捕捞 你一旦你的魚樓滿了 然後你回 你上岸之後 就不可以再進去 不可以再去撈 不然你會被海浪衝走 對 那他 這個聽起來好像是一個迷信 但是他其實背後傳達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就是說你拿你夠用的就好了 不要去貪 不要去拿超過你所需要的東西 那其實類似這樣的智慧在很多地方你都會看到 但是像這樣的東西現在老人家 老人家還會告訴年輕人 但是因為現在有貨幣了 現在有錢了 那你多拿 以前你多拿你也吃不完 所以你不會多拿 現在會變成你多拿你吃不完 你可以去賣 就可以換成錢了 對 所以現在就開始會有很多年輕人 而且有很多其實是外地來的 不是當地的人 外地來的人很多一整排 那他們一直抓也不知道 那看起來也不是要自己吃的 應該也是要去賣的 對 那我並不是說什麼 資本主義該死或怎麼樣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其實只是一個心態的問題 因為人的心態 我們拍這部電影一直在講這件事情 很多東西都是人的心 那我覺得如果心態沒有變的話 就算你用很多種法律 你也沒有辦法改變 因為你永遠可以鑽漏洞 然後就像我常常講的就是說 如果說人的心沒有變的話 就算把現在的執政者拉下來 你下一個下來的應該也不會變太多 因為人的心沒有變 你一樣會去做一些類似這種貪婪的事情 所以這個講的有一點多了 但是就是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老人家講的夠用就好 那剛剛講到那個對主流媒體的批判 還有那個什麼媒體爆發力 那其實是在講同一件事情 那沒有錯在電影裡面 一開始 我想在座的各位對於主流媒體 應該沒有人是滿意的吧 就是 雖然這幾年來 它變得自由了 沒有以前的那樣子的戒嚴時代的那種審查了 但是 自由以及經濟 經濟自由了 但是我們的思想並沒有變得比較自由 我們被一個東西所控制住 就是收視率或者是 其實最後都是一樣 就是那個利益在哪裡 那台灣的基本上我覺得 我覺得我現在看這些主流媒體 我真的是有一點看不見 我不太敢給我們家小朋友看 對 反而是一些網路上面一些獨立媒體 有一些媒體工作者在網路上面做的獨立媒體 我覺得那個反而比較 怎麼講 我覺得我看那個我會覺得比較 我比較能夠認識世界 那剛剛講到那個媒體的爆發力 我覺得沒有錯那種 其實剛剛講 其實那個新聞裡面講的 還有一個東西就是社群媒體 就是網路 那這個東西其實現在 現在在從事 不管從事什麼 不管是社運 或者從事電影的行銷 或者是什麼 就是臉書 或者是這種社群網路 已經是你無法 你無法去迴避的 它變成一個工具了 那我覺得 大家不用去 就是去害怕太多 因為它就是一個工具 那小心不要被它控制 尤其是臉書 因為臉書很容易就變成 你以為透過臉書 透過網路 你認識了更多世界 但不見得 有的時候你透過臉書 你的世界反而變得更小 因為你的朋友都是同類型的 那我覺得 我分享一件事情 在拍太陽的孩子的這半年 就是拍攝前到後面結束的這半年 我有半年的時間 我的臉書的密碼是交給工作人員的 就是我上不了我自己的臉書 因為那個會讓我一直分心 我就沒辦法專心工作 所以我就用這個方式把自己跟臉書 三個月在沒有使用臉書的時候 的這半年 其實我覺得我 那大部分時間在部落 然後就覺得 我覺得這個世界的 我所認識的世界 跟以往很不一樣 然後學習到的 然後對於資訊的理解 還有整個人的身心靈的狀態都很不一樣 那至於講到那個說 媒體的渲染力 其實那個 那個真的是 像在電影最後 其實巴奈他也是很 他自己以前做媒體的 他最了解這個東西的荒謬性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荒謬的 你說那個擋車妹 你現在隨便看一個媒體 動不動就要封 給人家封什麼什麼妹 什麼什麼歌 有的沒的 然後那一切都是為了什麼 然後大家目光全部集中在那裡 這世界上還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 那但是的確它會 它會造成一個 那是兩面認 它造成一個一窩蜂的現象 我會放那個東西 其實有一個 背後有一個故事 就是說我在2013年去 我在認識他之前 我其實是因為另外一個故事 而開始做天調 那那個故事就是 在2013年的春天的時候 有一位女孩子 國中生 然後她是住在瑞穗 但是她的阿嬤生病了 她就半夜送她阿嬤到玉璃醫院 然後結果第二天她要斷考 然後她身上沒有錢 她就從玉璃醫院 用跑的跑回她學校 跑了23公里回學校 去趕斷考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件事情登上了新聞 然後這個女生就被封為超馬女孩 對 你去打超馬女孩 你就會找到 Google一下就知道 然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新聞就一窩蜂的都在報導這個女生 然後接下來呢 接下來在一個禮拜之內 就是一窩蜂的很多人就是 看到這個新聞之後 就打電話到學校就說 我要捐錢給她 你們不要笑台灣 其實不只台灣 很多這個社會常常就是這樣 就是你看到一個表面的這個東西 經過媒體渲染的表面的一個東西 然後你直覺想到的就是 我要把我的錢拿出來 我要捐錢給她 但她需要的真的是錢嗎 真的是錢而已嗎 真的我們什麼東西都可以用錢解決嗎 就是不見得 因為其實像在偏鄉的學校 很多小朋友 她其實是有很多輔助 就是說她有 或者是一些民間團體有一些 基金會有一些 有一些錢 有一些零用錢 對 我覺得 我覺得這些 我覺得重點不是錢 而是 那個理解 我們 我們對於她的理解 但是我們卻把 我們卻往往跳過了 我們的媒體卻往往跳過了 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只會看到那個表面 然後所有的事情 都在跟本質無關的地方 就試圖解決掉 那到現在應該也沒有人記得 那個超馬女孩了 那個時候我想 但是我那個時候 非常的想要知道 就是說這個女孩子的過程 她跑 就是她的這一天 她的生活 我想要知道的是她的生活 我想要去拍一部這樣的電影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喜歡跑步的女生 然後 我覺得那個給人家一種 很有 我不會講 很有希望的感覺 然後很 每次看都會覺得很感動 那 但是當我想要接觸的時候 他們老師就說 對不起她不接受任何媒體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 我試圖跟她說 我其實是拍電影 那對老師來講 當然都一樣 她已經受了太多的打擾了 請你們放過她 那我當然就不會再繼續碰觸 然後也不會 既然沒有碰觸到她 我也不會去拍她的故事 那 但是我其他的 其他的那些 就是去做一些參訪的動作 就是說其他的老師 我就沒有去碰她就對了 但是我還是去花東 對 去 拜訪一些人 去了解 再更多了解一些事情 那在那個過程之中 就認識了嘎導演 對 所以 這是 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對 但是我覺得那個 那一種 那個現象其實很普遍 然後我覺得 電視 電視新聞 就常常就是這樣 電視新聞或 FB 就常常就是 這樣 那我們試 我們覺得 試著不要被它控制 我們可以把它當工具 但不要被它控制就好了 我是不是都回答完了 對 好 那我回答 回答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 那原住民族 讓我覺得 最有收穫的是什麼 那 我覺得是 我 從大學開始跑部落 然後有七八年的時間 我最熟最熟悉的部落 在台東最南邊的 東排灣族的部落 那 我經常過去那邊 跟著部落的長輩 跟著部落的青年 跟他們學習 然後一起生活 嘗試耕種 嘗試理解 排灣族的文化 那到了後來 我就 有一天我回到台中 我是台中人 然後發現說 我有將近十年的時間 幾乎沒有待在台中 那反而 我對 原住民的議題 對某一個部落的歷史 某一個部落的故事 某一個部落的文化 有 有 還算深入的了解 但是我對 台中我自己成長的 這個都市 我一點都不了解 因為在我成長的過程當中 我就是個 可能讀前幾自願的學校 然後就是 反正考試 有好成績 然後就是上網 看電視 那不會去關心 都市周遭 台中的變化 台中的生活 那回到台中才發現說 欸 台中怎麼在城市的空間上面 起了非常大的變化 比如說過去十年 台中的後期發展區 有一千四百公頃的 蟲化的開發 很多舊聚落被層層平地 很多農地消失 那於是 是我接觸原住民族的 這樣的一個經驗 看見族人很努力的要 貼近自己的土地 要傳承自己的文化 但是相較之下 我是個漢人 我對漢人 我對我生活成長的地方 一無所知 所以 從過去的一年以來 我一方面也繼續做原住民的議題 但是另外一方面 嘗試比較常回到台中 然後跟台中的夥伴 開始關心台中的城市發展的議題 那這有點扯遠了 不過如果大家有上Facebook 請看台中城市發展田吊團 那有一些台中我們的朋友 對台中的城市議題的一些 很多的田野的觀察和討論 那大家可以 台中的夥伴可以參考看看 那另一個就是主流媒體的部分 那我是學社會學的 那很多我的朋友們 參與社會議題的抗爭 或學生們 那會很容易的把主流媒體 放在一個需要被批判的位置 批判財團 批判全球化 那批判中國因素 批判萬惡的資本主義 造成媒體追逐收視率 追逐金錢 那本質都失去了 但是我個人會比較傾向 不是那麼直接的 就把所有的主流媒體 都打成一個萬惡的位置 因為我知道 有非常多的第一線的 媒體從業人員工作者 還是有很堅持理想在 所以我比較會傾向 會像是可能 尤杰導演的想法一樣 如果我們有很好的一個電影 然後把原住民的議題 變成這個社會上的嘗試 我們有很多的文本 不管是獨立媒體的文章 不管是學術的研究 不管是電影 不管是電視 不管是音樂 如果我們有辦法讓 這個社會上面 對於多元文化的觀點 對於多元議題的觀點 變成一個嘗試 變成更主流社會 會願意討論 願意理解的地方 那我們媒體的生態 媒體的內容 也許會慢慢改變 譬如說 如果我們從 我們的義務教育的過程當中 就可以充分的理解 各個族群觀點的歷史 然後高中生可以讀到一本 屬於原住民觀點 看了台灣的歷史 目前市面上沒有任何一本這樣的書 然後比如說大學生 大學不管大家是學什麼專業 但是我們有很好的 多元文化的同事課程 培養大家認識台灣的土地 然後認識多元的族群的觀點 那麼我們的年輕人 在出社會以後 在各行各業都會變得不一樣 那同樣的媒體也會變得不一樣 那我是會比較願意 從這個方面來思考 非常謝謝他們三位的回應 好 然後 因為聽說 兩位導演要趕車 所以我可能沒有辦法讓他進入第三輪 因為其實我們也超過時間了 我們原定九點半要結束的 九點四十五 所以我可能必須在這邊 還是要把今天的活動做一個總結結束這樣子 那 其實 這樣要走了喔 不聽我的總結是不是 總結也很精彩啦 其實 其實我們今天在談的是 有關我們的土地 有關我們的文化 不管是原住民也好 我們台灣的這一塊 放大到台灣這塊最大的土地來看 那 尤其剛剛也提到媒體的部分 那 剛剛有一些人對於媒體的一些質疑的一些看法 那我自己 我講我自己的經驗 我自己也是一個NGO工作 我從事社會運動 社會運動就是我的工作 我的專業 我的本業 那 其實我們在從事社會運動過去這麼長久 這麼多年 我從那個 還沒有Facebook時代 或是沒有用 現在常常做直播 那個時候的社會運動 真的做得很辛苦 沒有人可以看見我們做的事情 我從事的是有關於司法改革 人權運動方面 我常常舉例說 比如說我在從事參與 這個蘇建合案的這些冤案的救援 當時是沒有人認同我們的 我們在從事江國清案的救援的時候 所有人都覺得說 你怎麼會替這種罪該萬死的人 在說話 那所以我們其實從事社會運動的過程裡面 我們其實就是真的是 社會中少數中的少數 甚至會被很多人的誤解 那 那我也慶幸說 因為媒體的開放 那 因為媒體的自由 雖然媒體不夠好 可是因為透過媒體的關係 我們總算有機會 把我們聲音好好的說出去 讓更多人 越來越多的人 知道說 未來為什麼 為什麼原來會發生 那我們的司法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所以這個是我自己個人經驗的一個過程 就是說我們從事社會運動那麼久 其實我們長期還不會被看見的 那 我也很慶幸說 因為科技的進步 時代的進步 因為有網路 所以讓我們有更好的一個媒介 可以去跟更多的人溝通 也就是我剛剛講 我們希望 我們也希望可以跟更多的社會大眾來溝通 然後讓大家去了解 然後讓這些我們原本的 我們在從事的運動的這些少數 或這些弱勢的議題 它將來現在真的會變成一個常識 那 我也希望說 我們現在透過的是 《太陽的孩子》這部影片 電影的力量真的很棒 或者是音樂 現在大家的機會越來越多 那可以表現的方法也越來越不同 影像也好 音樂也好 甚至藝術 甚至運動 都可以在這些不同的方法背後 呈現出它的公共性的所在 那讓更多人來去了解說 我們應該去關注到什麼樣的事情 或什麼樣的一個議題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我自己的想法想要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也謝謝今天 兩位導演還有俊達來到場 來跟我們做這麼棒的分享 那我們再次感謝他們三位 謝謝 謝謝